Data 跟 Cloud 相關的技術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在 Meetup 或是在 Facebook 來搜尋我們的諮詢 那今天我們第一場邀請到的是 Eletic 的曾永先生 那他主要就是 Eletic Search 的公司這樣子 然後會第一個先來介紹就是 Eletic Stack 的一些 Big Data 的分析 那就請大家歡迎他 謝謝 謝謝主持人介紹 Meta Samu 好 然後非常高興能夠在這裏 Kurskab 給大家跟 Eletic Stack 的分享 然後我是第一次來 Kurskab 然後非常高興能夠站在這裏 今天我講的主題是 Eletic Stack 的大數據分析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於 Eletic 公司的一個工程師 然後我是在長沙 在中國的內地 然後上面可以看到有一個我的 GitHub 的一個地址 然後平時的話 沒事的話會圍繞 Eletic 做一些小小的一些插件啊 小工具 類似的一些東西 然後那個 Twitter 然後微博上面 這個是我的那個聯繫的方式 所以如果想做我銷子的話也可以去找我 OK 然後這個圖片的話是有一次我在那個一個我們的一個欣賞活動 然後因為天氣原因去不了 所以說在機場做的一個分享 Remote分享 也是非常奇葩的一個事情 對 然後那個 Elastic 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 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公司吧 然後那個我們是一個專門做開門軟體的一個公司 我們的那個開門軟體就是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Elk 或者一大設計 我想先那個 做個一個簡單的一個調查 大家就是用過一大設計的可以舉個手動看一下 挺多的 那用過 Elk 的都用過的 那可以舉個手動再看一下 OK 有一小部分 就是那個 今天我會講一點就是說那個 除了一大設計的其他的一些東西 然後可以用來做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下面有一個鏈接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加入我們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看我們這些公開職位 然後我們的公司的話就是說 很多職位的話它那個標明的那個位置是 distributed 就是說不管你在哪裡都可以 在家辦公司就好了 就是說你可以看那個職位 你覺得很適合您 那你可以嘗試去申請這個職位 就是關於這個我們公司 然後那個今天主題是大設計 大家就是說 當時這個詞不是已經過氣了嗎 過了好幾年 還在說嗎對不對 現在這個活的不是說比特幣 區塊鏈對不對 AI嘛 現在還說當時是不是有點out了對不對 那個 並且說我們現在那個數據的話 大家都知道 那個跟幾年前 四幾年前相比的話 我們那個硬件的一個存儲能力 是越來越低還 現在就是說 前一段時間吧 你是大約初看了一個新聞 就是說單張的SD卡 都能存一下128T的數據 對吧 所以說那個沒有一點數據 放在你的服務器裡面 都不好意思 做那個 做什麼的 對吧 所以說我們的數據的話 就是說可能很多人說 那我還是沒有大數據對不對 對吧 我那個 業務可能就是說 做一些那個 每天的那個用戶 可能就有一線 那我的那個所有數據加起來 可能就幾百萬 上千萬 已經到圖了 對吧 這個 說實話這個很正常 因為不是說所有的公司 都是這種 很大的一個併發的那種 互聯網公司對不對 你的那個每天的那個訪問量 可能有幾千萬 上億 我每天的那個光是質量都很大 對不對 然後交易量也很大 所以說 但是其實你的數據的話 其實我們說數據分析 跟你那個數據量的多和少 其實沒關係的 比如說你數據量少 你其實也可以把數據難過來 去做分析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說這個 大數據分析 其實我其實說就是說 怎麼去把數據分析 就是說用我們這個elastic stack 來去做數據分析 然後不管這個數據量是多和少 其實你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這個事情 數據量少的時候 你其實是一樣的可以去把你數據分析 一些錢的價值給挖掘出來 然後去幫助你改善你的一些 業務經營 或者你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看你的數據的一個類型 對吧 那麼數據從哪裡來 那 拋出一些比較那個 高檔上的一些數據 我們看看就是我們從身邊 確實能夠找到的數據 具體有哪些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去做 不管是做你的 現在是傳統行業還是 高新的行業 至少說你有服務器 對吧 你有硬件 你有網絡 那你這個服務器 可能是你的那個 線上的機房的 對吧 可能是雲上的 也可能是在公司內部的 對吧 你公司內部 肯定有網絡 有那個 大家都有電腦 都有員工的那個筆記本 對吧 這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數據 然後你的那個 代碼程式 軟件 包括你的一些服務 可能是你自己寫的 Home Build的 也可能是來自於 第三方的一些雲的一些服務 SaaS的一些 一些線上的服務 對吧 然後我們還有很多的一些設備 傳染器 這些傳染器 他們會 裡面有各種各的一些 那個 比如說 如果說我們帶著穿戴設備 可穿戴設備 他們有一些你的心跳 你的那些 血壓等等 這樣的一些信息 包括我們現在 各種各樣的一些物聯網 相關的一些設備 對吧 所以說我們的數據其實 分不散在 所有的這些地方 他們每時每刻 都在產生 對吧 所以這些數據 我們可以看看 大概都有一些方面的數據 比如說 我們的那個 呃 一些事件 一些安全的一些事件 就是說 假如說 剛剛說我們那個 那個員工的電腦 對不對 我們員工每天在 在公司去上網 那你可能會訪問 各種各樣的一些網站 對吧 那這些網站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 網站是有惡意的一些 呃 一些那個 就是說腳本 他們可能會 讓你去電腦動毒 對不對 那你電腦就會產生一些 惡意的 不正常的行為 可能會去在局域網裡面 去發 發上一些那種 攻擊的一些包 或者說去嘗試去 破解別人的一些 內網服務器 這就是一個不正常的行為 你能不能拿到 拿到之後你可以 把這個安全事件發現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 中毒的電腦 把它處理掉 然後避免你的內網的信息被洩漏 可能是一些靈感的信息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 可能大家沒注意 那是需要處理的一個 安全的一個事件 但是這個事件 你要發現 你要拿出來 然後你才能分析 對不對 包括我們跟我們跟大家日誌 但如果說你的服務器上面 你的每一個應用服務器 比如說NJX 阿發奇 還是那個 Tom Keller打出來的日誌 對吧 他們就會體現你 當時你的服務的 一些運行情況 這個日誌是你自己輸出的 對不對 會打出來的 幫你調適 編繫 然後可能還是一些 服務器本身的 對吧 我們每一次登錄 會產生一個logging信心 會有一個 那個收權的一個日誌 對不對 這個可能是正常的 但是有可能這個服務器 在公網上面 可能不是你的訪問 是很多那個外部的一些用戶 嘗試去破解 暴力破解 他們嘗試去訪問 那他們也會同樣的 產生這個日誌 對不對 如果說把這個日誌 都拿出來之後 那就可以做分析 看這些服務器 當前是不是有人在嘗試訪問 這些嘗試去登錄的人 他們是來自哪裡 他們正在做什麼事情 你的服務器 是不是正在被攻破 攻破了之後 你能不能第一時間發現 對吧 這都其實很關心 很重要 怎麼發現 你要把這個數據數據起來 知道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有很多 一些數據 可能是跟數值相關的 我們可以交代為指標 Metrics信息 對不對 我們那個 我們如果說經營一個 一個商業的一個業務 比如說我們做電商 那我們每天有關心 就是我們電商的一個 商品的一個 瀏覽的一個訪問量 對吧 有哪些人看了我這個商品的介紹 然後呢 看了之後買了沒有 那有成交的那個數據 對不對 通過他們就可以得到一個 可以成交的一個比率 對不對 一個轉換率 所以我們可以通過這個數據 可以分析出來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可以知道 他們能買過什麼數據 對不對 花了多長時間去買的 他瀏覽多長時間 這都是我們可以把它拿過的數據 對不對 這是指標信息 這個是我們跟業務相關的 如果說我們的數據 可能是來自於我們的服務器 對不對 我們電商網站是 跑在服務器上面的 服務器的 有很多各種各樣的角色 有數據庫 對吧 數據庫當前的那個那個 那個 Slow query 是不是很多 它的響應時間是多長 對不對 它的服務器的IO 現在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它的QPS怎麼樣 所以我們都可以把這個指標拿出來去分析 然後去看他們的一個 跑的是不是穩定 是不是有一些 突然的一個指標上升了 可能是我的突然一個爆款上線了 很多人訪問了對不對 我們很開心 也可能是我們的那個服務器 因為某些問題出問題了 硬盤硬盤已經不行了 然後很慢了 那我們如果說不解決 那硬盤可能就掛了 此盤有數據就丟了 怎麼辦 你要第一時間知道 對不對 然後我們剛剛說的業務經濟數據 其實我也說到了 對吧 你跟你業務相關的各種各樣的數據 這數據可能是來自於各種各樣的地方 可能是一個文件 一個文本的一個文件 一個Excel 或者是線上的一個那個table 或者說你的那個完全的數據庫裡面 對吧 可能是分擔於各種各樣的地方 但是我們的目的是要分析 對吧 所以說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數據 其實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剛剛其實也簡單說了 可以通過它這個數據 做很多各種各樣的事情 是不是講的有點快 比如說 那個 我們就是經過這些數據 我們分析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首先很簡單 可以出一個dashboard的包表 對吧 這個包表我們就是說 我們要把數據拿過來去分析 我們要看這個數據可以帶來什麼價值 對吧 我們首先要分析到業務邏輯 這個數據它是什麼相關的 對吧 我可能最清楚 但是我這個數據 怎麼去以一種更簡單的 通俗易懂的方式 給別人去看 去 或者給我們領導去看 做決策 說你通過一種圖形化的方式 是最好的 你如果說給他一堆數據 老闆你看吧 這就是這個經典的數據 一百多張表 自己看吧 那你就被開除了 呵 所以你的目的要把這個數據 變得通俗 簡單易懂 讓你一眼就看 這個單前是真的做什麼事情 哪個地方有問題 怎麼去解決 對吧 包表是這種非常好的方式 可視化的方式 對吧 然後呢就是說 數據給你包表之後 你能不能把這個包表裡面的這些關鍵點能找出來 對吧 比如說我們這個數據 大家可以看到 每天都是有波動的 有趨勢的 對不對 那你知不知道 這個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 這範圍可能很大 但是這裡面中間有沒有問題 這個數據 是不是它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出現了 那就是一個異常 比如說我們每天登錄對不對 他突然說半夜三點鐘登錄了 那可能就是一個不對的一個行為 對不對 或者交易量 對吧 每天可能正常時間都是白天交易嘛 突然半夜兩點鐘一個轉帳 那肯定是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說很明顯 我們要把這個 不正常數據從大量的數據們找出來 才這樣對我們的分析才有價值 對吧 再進一步 然後我們找出這個數據之後 我們是不是能夠很快的把這個數據 我們人工去看呢 比如說我們把數據做成一個大的Dexboard 很漂亮很炫 然後我們圖影在一個電視牆上面 大家每天上班的時候都可以看到 哇好炫啊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半夜的時候 你的服務器被黑的入侵了 這個時候公司又沒有人 對吧 也沒人看到這個很炫的一個報表 那個服務器已經快要掛了 但是公司裡面沒有人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主動去告警 主動去把數據發出來 主動去把你們的信息通知給我們的那個 這個運微人員 或者使用人員 管理人員 去解決問題 就是說這是另外一個高階的一個過程 從分析 到去繼續它的使用 然後主動去拿一些insight 這就是我們要出去分析 對吧 跟我們大概這樣子 那麼剛剛說的就是說 怎麼去做 那個 就是要去分析嘛對不對 然後很多說大數據大家就知道 很多人也說過安利果 那個哈豆腐對吧 一提大數據大家就知道 哈豆腐很厲害 什麼什麼的 大家如果說真正用過哈豆腐大家應該都知道 其實用起來其實非常非常痛苦 它的那個太複雜了 太重了 所以說你要用哈豆腐沒有一個幾個人的團隊 專門去做這個事情 其實根本玩不賺的 然後它的那個 呃 從接入數據到從可視化的東西 它的中氣實在是太長了 並且你稍微有一些需求的變化 你要去調整 那可能要花很多時間才能看到一個變化 才能看到更新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它是一個離線的一個分析 可能就是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把數據 算一個模型算一個結果來 第二天然後早上上班的時候看到一個 報表出來了 已經把你算法打開看 我的天哪個數據不是我要的 忘記一個字段了 忘記一個條件了 那怎麼辦 重新來 對吧 當然現在很多優化了 就是說做很多一些 比如說預處理的優化 把模型先提前弄好 但是它還是沒有那麼理想中的靈活 對吧 然後 然後那個就是說 其實也剛就是為什麼說引入我們要 他們的elastic search 對不對 也是就是說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但是我們看一下第三方的一個報告 這是 今年早上的時候 那個apache kafka的 這麼一個report 它就是說給它的用戶的一個調查 然後 kafka大家知道是一個那個數據的一個 呃 類似q 整個東西 搭出一個管道 你可以把數據都放進去 然後 再做後面的一些技術處理 然後那個它的用戶的反饋就是說 現在 那個 用 kafka對接的數據員 排的第一的是elastic 它佔了43% 然後後面才是20%多的 是那個postgreSQL 一起hado 說是你可以看到 呃 elastic 基本上是目前 可以說是 從這裡面可以看到啊 是最流行的一個那個數據的分析的一個 一個 一個源 一個工具 那我們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都用你來設計 它 哪些地方不一樣 首先就是說 如果說你要做數據分析 剛剛前面也說了 你要做同 同步的一些 呃 數據員到可說化 對不對 其實你要除了這些其實還有很多 在下面你看不見的 比如說 你怎樣保證你的數據 是能夠 能夠承載的 你數據量 可能 很小 剛剛是很小大家都知道 可能不是所有人對數據量很大 但是有些人數據量可能很大 確實很大 每天幾百億上千億新增數據 你的那個數據量可能有幾百T 上TB數據 那你是不是 當你數據量增長之後 我的軟件 是不是就得重新 重新換一個新的方案 就得滑動才能做 那是不是以前的東西 做的東西全都白費了 對不對 就是說 你能夠隨著你的業務的增長 規模去伸縮 滿足你的業務的需求 這個很重要 要不然你剛開始用一套方案 隔一段時間 你得重新來 就浪費時間 浪費人力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然後你的那個功能上面 是不是可以去 從海料數據門去找出 找出一樣的數據 能不能夠去分析數據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功能 你滿足 然後你是不是能夠可視化 很好的方式可視化 是不是全部都得自己去寫代碼 去調用一些那個 比如說第三的 一些揭實這種東西 去自己去分裝 去做什麼可視化 這個很多事情 然後剛剛就是 Ela C幫你做的這個事情 就幫你做好了 這個是為什麼說 我們幫你去做好這些事情 然後你只需要用的 就是這麼一個 然後所以很多人去 會去用我們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也是開源的 然後那個就是 重新數字上面可以提現我們這個 這個歡迎請坐 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的一些社區參與者 包括一些那個 下載的稅數啊 超過2.5億什麼的 我覺得都沒有 那個 沒什麼好說的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簡單易用的 如果說這個東西很複雜很難用 那就是說我覺得 沒必要就是 給大家介紹 對吧 那我們看一下就說 呃 當然 很多人會說 那很多人會說 設計不是說出書所了嗎 怎麼現在那個 好像是一個做 出 那個大設計分析的那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為什麼說 以大設計可以做這個事情 首先就是說 呃 我們在 大概是在 呃 一年年的時候 引用了一個叫做 Applegration 所以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 以大設計以前的考話叫做 Uno4Sage 和書所 對不對 後面我們 加了這個 聚合的能力 就是Applegration 它是一個聚合的一個東西 它可以跟你的數據 做一些計算 呃 聚合的這個概念 我待會再說 然後呢 就是 通過聚合可以發現 你們的數據 他們的一些統計 他們的一些 各種各樣的一些指標 對吧 我們分析的一個一個需求 然後呢 除此之外 我們還加入一些 比如說 列式存儲 我們可以把數據 通過列式的方式存起來 這樣我們取得數據的時候 就變得非常快 這就是我們的底層結構上面 很多的一些優化 然後我們很多的一些數據 數值類型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的各種指標 我們經營的一些 嗯 銷 銷銷銷的數據 它們是數值類型的 你能不能很好的去處理它們的存儲 就是說呢 一個是那個磁盤的佔用 佔用的去開銷 另外就是你訪問的時候 它是不是很快 所以它這個我們用了一個 BKT Tray這麼一個 結果它非常高效 然後包括我們還提供這種 地理位置的一個 那個結構的支持 說說你可以在 呃 裡面去做一些 地理位置相關的一些分析 地理位置分析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 動態腳本的一些支持 就是你可以通過腳本的方式 去靈活的去構建 你的各種各樣的一些 很複雜的一些查詢 如果說你的數據量很大的話 你還可以 如果說你想 要優化你的那個 查詢 你可以把你的數據 做一個那個Ruleup 可以說對歷史數據 做一些 呃 預先的一些 呃 提前聚合 然後得到一個Summary 這個Summary 它的數據量就小很多了 比如說你每天 每秒鐘產生一個一個 一個縮影 那你每天可能很多的數據 但是如果說你把它 但是你計算的時候 可能你只要看一個 每天的平均 那我可以 把一天的數據做一個Summary 比如說你如果說 平均是要算平均值 那我可以把這一天的數據 放在一起 算一個平均值 然後存在的時候 一天的數據 可能是幾萬個數據 那我就變成一條數據 變成一個 以天為單位的一平均值 那我的數據 那就變小很多了 那我查詢的時候 就查這個Summary 就可以了 我不用去touch這個 原始的這個Index 這樣就可以 很快 這是一個 一個能關注快的一個優化 包括我們現在還提供 那個SQL的這麼一個知識 你可以用你熟悉的SQL語法 去寫這個SQL query 去做分析 然後你還可以用一些 現成的一些SQL的一些工具 比如說tablo 去做一些 去連接到ES去做一些分析 都都是可以的 然後再回過台說一下聚合 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核心 就是說你怎麼去把你的ES裡面的一個數據 大家知道ES是一個Document Orient的一個一個模型 就是說它的數據結構是一個JSON的這麼一個文檔 對吧 裡面有很多字段 那這個字段 我們如果說其中有個字段是那個銷售數據 那我們怎麼去統計這個銷售數每天的一個平均值 對吧 那我們就需要去計算 說在這個裡面有兩種 兩種類型 一個是bucket bucket我們可以理解為 類似一個麥浪的那個桶 對吧 大家知道麥浪的我們買了全家桶的時候 我們如果說要定價 對不對 嗯 一桶多少錢 對吧 一桶裡面包什麼東西啊 有雞翅 有那個什麼漢堡 有什麼那個薯片 他們就放在一起 所以一個價格 可能是88塊錢 但我不知道隨便隨便收到 就這麼多 對不對 然後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包包包包包包成一個那個桶裡面 然後就賣出去 然後這裡面的信息就是我們 變成一個bucket 然後剛剛說了 如果說我想同一天的一個 這個交易的一個平均值 那我是不是以天為單位 我把這個所謂一年的數據裡面按天為單位 把這桶在一天的時間範圍的數據 都放在這一天的這個桶裡面 然後呢 這一天的數據裡面有很多 但是我只需要一個平均值 我把這裡面的那個每一筆這個交易額 這個交易額放在一起 然後做一個平均 就得到這個平均值 然後放在這桶裡面 然後再賣給我們老闆 看一下就知道 對吧 這桶 然後 第二個就是我們指標 剛剛是那種平均值 對不對 我們就計算 計算的話 就是對我們這個metric 是做一個計算 剛剛說的是用了一個平均的 這麼一個函數 它這裡面的數據是做一個計算 得到一個唯一的一個tab 唯一的一個value 就是一個叫做metric指標 指標分析 但是這個可能數還是比較初向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一個 比如說metric 就是它類似於這麼一個計算 對吧 我們剛才就是一個時間 這麼一個東西 比如說時間計算 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們再 以一種 大家都比較隨便 這麼一個sicle語句的方式 去來類比一下 比如這裡有一個select的語句 對不對 我們select從某一個table裡面 table名就叫table 然後呢 有兩個metric指標 一個是count 就是說 多少個總數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有一個average score 就有兩個指標 對吧 然後我們 這兩個信息 我們就叫metric 它們就是要計算出來的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有一個叫做 group by 按兩個字段分別去group by 第一集是province 第二集是city 那次我們把這個 數據 先是按那個省份 這是另外一個數據了 就是按省份 放在一個大的一個桶裡面 對吧 把所有同在一個省的數據 我們都放在一起 然後這每一個省下面 又有部分都是程式 那可以把這個程式 每一個又劃分成一個直筒 類似於一個直的bucket 然後分別去放 把數據全部都放進去之後 那我們數據就知道了 它大概是什麼呢 一個分布 對不對 這裡我們可以分析出來 一個數據的一個情況 那剛剛說的就是一個 比較初向的東西 那我們就說 怎麼去做 怎麼去做數據分析 那其實數據分析這個事情 說實話其實很複雜 但是說起來也很簡單 其實就散步嘛對不對 打一個大象 放在冰箱裡面也有散步 但是我們數據分析 其實也可以變成散步 第一步就是我們把數據 收集進來 你們有數據怎麼做 肯定不行的 拿過來才能做 第二步就是說 你要放進去 放進去 你要裝得下 然後放進去這個格式 能夠支撐你後面的分析 對不對 能夠伸縮 能夠保證穩定 能夠可靠 當我們的取得某些解決 掛掉了之後 數據還在 對吧 就是分析 那這是省屬 第三步就是說 你能數據拿進去之後 你能夠去分析出來 對不對 你能夠去使用出來 然後去算出來 我們要的東西 就三步 其實很簡單 那我們看第一步就說 怎麼去做 我們用elastic stack來做 還是就是說 我們能夠提供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我們nox-dash 它是一個那個 開源的這麼一個ETL的一個engine 它可以對接各種各樣的數據源 我們數據 數據來源當中說 有很多各種各樣的類型 對不對 有數據庫 也可能是我們的修行media的 一些API 也可能是我們的一些傳達器 也可能是我們傳達器 也可能是我們傳達器對裂 也可能是我們關係數據庫 它可以通過配置的方式 把這個數據源配置進來 配置進來之後 然後我們再通過它那個一個 它是一個管道式的 每一步 它會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處理完之後 丟到管道裡面去進行 下一步處理 然後呢 就是說處理完之後 然後再扔出去 變成放到我們的那個 村子裡面去 就這樣 它的那個社區非常活躍 有兩百多個各種各樣的插件 可以去幫你做 對數據做各種各樣的操縱 比如說有些數據是把你們那個 一個一個非結構化的數據 比如說一個文本消息 一個文本的一個message 它可以把這message的一些關鍵字 提出來變成一個獨立的字段 就是說它可以把這個非結構化的數據 轉成結構化的數據 這是其中一個 比如說還有一些 它可以把你的一些某一個字段 做進一步的加工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的商品的一個情況 它可能原始數據們只是一個ID 對吧 但是這個ID 所以我們叫個機器的話沒問題 但是讓我們人去看的話 這個ID我看不懂 我要翻字典 對吧 所以它可以把這個印射表 把你附加進去 把這個ID對應的原始數據的商品名稱 描述信息 附加到我們這個message裡面 變成一個更加豐滿的那個消息 你在看的時候 分享的時候 你就可以通過這個另外一個字段去分析 這樣非常直觀很清楚 那是lock status 然後呢 還有一個那個叫做beats 這麼一個家族 它就是說 可以去 以一種更輕量級的方式去書記各種各樣的數據 比如說我們這裡有filebit 它可以書記文件 日子文件 MatchCubit 它可以幫你書記這種服務器的各種各樣的一些指標 然後 然後那個 還有一些 我就不去介紹了 就是說 它可以去每一個bit 做一個它 比較獨立的一個事情 然後去書記特定的類型數據 就是 通過這些數據的數據 我們可以把它第一步做完 把數據拿過來 所以說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我們幫你做好了很多的一些工作 你就不用去自己做了 這就是幫你解決時間的一個事情 當然你自己做了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解析你的數據 然後你自己去拆 你自己去整理 當然是ok的了 對不對 只不過我們幫你做好了一部分 80% 場景把你卡好掉了 你就可以去 很快去解決一些 場景的一些需求 然後我們 如果說我們看到了 我們像一些 場景的一些模塊 比如說監控的這裡面 可以看到 場景的一些 各種應用 各種各樣的一些 比如容器 各種各樣的一些指標 我們都幫你做好了 就是說你去使用起來 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做了 不用去從頭到尾去配置 包括這個指標 每一個指標對那些監控的一些 Dashboard 都可以去做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那個監控分析這塊的一個 一個那個那個 一個努力 當然監控分析只是我們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們第一步 數據數據可以說 用我們這個東西可以 滿足大部分的場景 當然我不是說百分之百 都可以滿足 但是大部分都可以解決 然後再就是說 數據怎麼存在 剛剛那個調查的 我們也大概知道 就是以來世紀大家都用過 所以這個大家應該都比較清楚 它能夠的一個能力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Ebay 他們就是說 它的集群規模非常大 2000多 接近3000的那個集群的規模 數據量非常非常大 他們公司 整個集團 幾十個業務線都在使用 然後我們那個 國內的一個公司 大陸的一個公司叫協成的 他們的那個 峰值也非常非常大 他們那個 每天有3000億的新增的日子 然後那個 呃 有接近萬億和PB級的一個數據規模 都可以放在ES裡面來去做 這麼一個實質的分析 所以說放在ES裡面 就可以保證你的數據 能夠裝得下 能夠存在得了 能夠去做進一步分析 這個是我們在做 數據分析的一個前提 對不對 第二步我們 然後我們看第三步 怎麼分析 然後就知道我們應該有一個呢 可實化的一個品牌 就是Kibana 呃 Kibana這個 這個可實化工具 可能就是說大家用的不太多 可能如果說大家之前可能用過 也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他不就是做那個日子分析的嗎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除了日子分析之外 他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們在今天會的影片 你們再看一下 比如說今天日子分析 他最開始就是做日子分析的 有很多日子可以進來去分析 當然就可以做 然後呢就是說我們還可以做 我們剛剛說的一個指標的一個分析 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提供了並且類似的很多一些APP 左邊是我們的一個那個導航條 所以說他現在可以理解為 它是一個可實化的一個分析平台 就是說你可以在這裡面 開發你很多自己的APP 然後可以很方便地去把 各種各樣的一些功能組合在一起 放到任一個平台裡面去做你的自己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這邊就開發了一個infra 就是每個UI 然後就做一個監控的展示 可以看到這裡面 有我們的監控的 每一個服務器的一個監控情況 對不對 然後我們繼續點進去之後 可以看到 服務器的一些更加詳細的一個數據 當然這個圖面也放 包括一些容器方面的一些數據 都可以去 直接就可以拿到監控起來 當然如果說你要自己去配置 每一個chart 每一個指標 你可以自己去組合它一起 配置出這麼一個代性化的 也是完全可以的 它是非常靈活的 所以說它的可實化的類型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豐富的 就是說你的數據類型 看你什麼樣的數據類型 每個數據類型 它可能做一些事情 如果說你數據的數據類型 那個數據源 是你網絡相關的這種網絡信息 那你其實就相當於說 在平方裡面做的是一個NPM 網絡流量的分析 對不對 所以說它非常具有那個靈活性 適用性 就不管你數據 如果說你的數據 接下來是一個那個銷售數據 那我這個名字就換成 某某某企業 銷售經營數據分析 對不對 它是一個通用的一個分析平台 那如果說你的數據 是一個安全方面的數據 你把你的那個服務器的那個 登錄信息 那個服務器的那些 那個角色用戶的一個 創建信息 有沒有人創建一個新的用戶 創建一個新的角色 有沒有人刪了一個目錄 有沒有人去那個 那個充取服務器 那我就是一個安全相關的一個日誌 那我可以做什麼 入侵檢測 安全分析 對不對 IDS分析 都可以帶你們去做 然後如果說你的數據 跟地理物質相關的 大家知道 現在很多很多那個企業 全球化 那我的每一個網點 比如說做超市的 那每一個網點 他們都會產生更多數據 那我可以把這個網點 GUIP 坐標信息放進去 那我就可以看 每一個 從坐標點上去看 它的每一個數據 在地圖上的一個分布情況 熱點情況 都可以去在這裡面去看到 所以它有可以 通過它來 通過它來 做一個地理位置的一個分析 當然了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 從此之外 還有一個新的 的一個探索 叫做Cavish 它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一種非常靈活的 那種 類似於畫布的方式 Cavish 不明示意 把我們那個 各種的元素放進去 然後可以去 做一個非常靈活的一個 布局 然後這裡面 大家看 怎麼感覺好像那個PPT PowerPoint 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完全可以 用它來做一個 PowerPoint 只不過 唯一的一個區別就是說 這裡面的每個chart 它可以來自於你的真實數據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做 PowerPoint 每天都可以做好的 粘體進去的 對不對 那這裡面的數據 比如說這裡面的chart 它是來自於 那設計們的計算出來的一個chart 所以它的數據是活的 那你在給別人展示的時候 它的圖是在動的 數據實實進來 我的圖實實在動 這個PPT 它是一個活的數據 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 學的這麼一個應用 然後 這個現在也是正在 那個技術的預覽 可以試試看 下面有一個網址 然後就是說 第三步我們可以 也打算一個go 基本上就是說 可以滿足你的分析 需求這個場景 分析這個場景 需求 對不對 所以 原來設計跟一些其他的一些 大家會比較 有什麼的一個 一些好處 就是說我們可以 幫你把這些所有的類型數據 都可以放進去做分析 你的日子數據 很詳細 對不對 指標信息很出向 看的是一個全球的一個 我無誘一個一個概述 那我可以通過 首先通過我們監控的一個 指標信息 得到我們一個 大概的一個 企業的各項指標的 一個健康情況 當出現問題之後 我就直接選中 這一段範圍 然後就可以立馬看到 這段詳細的日子 那我是不是就知道 這段時間 範圍內 我可以 我的Login信息裡面 告訴我一些什麼具體的信息 我就可以去解決問題 這是非常快 對不對 它比某一類單一的那種指標 或者說日子信息系統之外 它可以把信息關聯在一起 去組合起來 分析 這是它完全 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它都可以解決 像有一些指標系統 它不是不想做 它是做不了 像一些Login系統 它不是不能想做監控 它只是說不太合適 對不對 我們就說剛好都能開瓦掉 你用一套解決方法 可以解決所有事情 對你企業來說 你的總體擁有成本是最低的 你就不用在各套系統裡去維護 每多一套系統 就是多一個風險和維護的負擔 我剛說了這麼多 有沒有一個Demo 去給大家演示一下 對不對 我就是說 給大家簡單演示一下 可能會比較直觀一點 我首先打開的就是我們的Kibana 這麼一個 一個本地的 這麼一個 一個界面 關於這個最基本的 什麼安裝 啟動 我就不用說了 因為我們ES和Kibana 它都非常簡單 不像HATOF 或者說什麼的 它依賴於什麼 組Cator 然後配置文件 基本上要你老命 配置死 很費勁 所以說我們這個就是 下載 啟動 解壓 運行 可以了 其他方面 然後我們就是說 但是如果用過 以來設計 它提供出來是付我API 對不對 它可通過標準的HTP 結果去訪問和使用 當然了 這種也可以 我們如果說用Kibana 這裡提供了一個 DevPush 就變得更加簡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這個 確實非常非常好用 我先把這個放大一點 現在可以了嗎 很開心嗎 不是啊 OK 那個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Kibana 這個DevTools 呃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寫一個 那個 Gate情緒的時候 我們怎麼做 我們只需要寫著 這麼一個關鍵字 Gate就可以了 它會寫自動提示 然後呢 像ES 可能API 它會自動提示出來 我們就不用再去 實際硬背了 我們直接可以通過 其他提示去找到我們 各種各樣的數據 各種各樣的API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剛剛 呃 現在我們 比如說這裡面 看一下我們 當地人的一些鎖影情況 我們就可以直接 Get Cat Index 就這東西就 就提示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就不用記 很很方便 也避免去敲的時候出錯 我們直接 當這個方向之後 看我們到後面的一個 response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那個 點擊發送 對吧 這邊就是我們一個結果 這翻到之後有點那個 變形 這個就只是大家說一下 這個東西非常方便 如果大家使用ES的話 這個工具非常好用 不光是做數據分析了 你去操作一來設計 其實也很好 那我們就是說 有這麼一個簡單的數據 給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這邊 呃 我們先那個 創建一個鎖影 叫Twitter 就是putindex 我們在yes 叫index 但應該都知道 就不用再繼續說了 然後我們創建一個簡單的 mapping 然後這個也不用細說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文檔 一個Document 就是這裡面我們的 我們業務數據 有一個user 就是說誰是誰 他的userid是多少 然後他的年齡是多少 當然年齡可能沒有 但是我只是放進去了 因為年齡都是primates 對不對 然後他這個數據 有一個province 一個city 有兩個字段 標示我這個 發這個Twitter的人 是在湖南省長 因為我是湖南省長的 然後是在中國 然後他有一個坐標 坐標信息是這裡 然後有一個時間 他在什麼時間點 發了一個什麼 一個Twitter信息 然後是誰發的 有這麼一個數據 對不對 我們把數據 把數據傳到ES裡面來 對吧 我們存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把這個數據 get回來 對吧 但是get回來 這個沒有意義 我們剛發進去的 更回的沒有意義 我們在創建一個新的 id是up 他是另外一個人 他是北京的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 大概用sucer的話 大家知道就是說 Twitter search 可以去 構建一個sucer請求 但是 同時我們如果說 我們在這下面有一個 aggravation 這麼一個查詢 他就是我前面介紹的 就是他可以對你的數據 我們 比如說 我們現在是做一個 訴訟 對吧 這個是我們訴訟結果 這裡面有兩個文章 我們剛剛找出來 條件是空的 就說全部找出來 沒有意義 但是我現在就是想統計了 我只找出來有什麼意義呢 你可不可以幫我統計一下 這裡面 按審分來去做一個 那個 做一個那個統計 那是你給我一個統 按那個審分 把相同審分的數據 放在一個統裡面 我就給統計 北京那有多少人發了Twitter 那個湖南的有多少人發了Twitter 對不對 所以說我在這邊寫一個 這麼一個 這是一個聚合這麼一個 一個特定的關鍵式 然後指定一個名稱叫province distribution 分佈 然後呢 它是個times aggression 通過這個times 來做一個 聚合 然後這個字段 是這個province 對吧 然後反過前十條 我們點擊那個 運行 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 聚合的結果 k 就是我們的 來自我們的具體的頁數據 能看見嗎 不知道 應該看得清楚吧 OK 北京一個 這個 湖南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從原始數據裡面 算出來的 你說北京之前是有沒有統計數據 沒有 湖南之前告訴我一個 沒有告訴過我 但是我聚合之後 我有了 對不對 那我有了這個結果之後 我們在搜索結果展示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 顯示出一個丙頭 北京多少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對不對 我就可以去做這麼一個事情 但這個可能大家都搜索的時候 可能也用過這個東西 就只是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然後如果說我們要做一個二級的聚合 怎麼辦 大家知道 中國的省份下面其實有城市 對不對 那我可以在每一個省份下面 你看 進一步 再多加一層 對不對 多再加一層 下面同樣的 C體的一個 對這個C體之段 再做一次聚合 讓我們看一下這個結果 可以看到 北京 然後下面一個 也是北京 現在我只有兩條數據 所以看不出來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數據再多關一些 這個是一個批量 批量導入數據的一個 一個腳本 然後你這裡面有一堆數據 當然這個數據都是人工做的 我自己手中寫的 所以不太多 按十幾條 純手工 我們先創建一下 然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 一共16條 也很辛苦 16條數據也可能很難做的 可以看到這裡面有一個 更新的一個結果 可以看到 湖南省 長得是有兩個 永住有兩個 長山有兩個 越南有一個 越南有一個 對不對 這個數據就是我們從我們的 原數據裡面沒有數據 然後得到的一個統計結果 這樣就非常有用了 我們可以知道 對我們數據裡面 就有一個大概的一個分析 我們就可以知道 原數據屬於是這麼一個情況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把它出去發展 我們自己的業務數據 其實一樣我們可以去 對我們的業務數據 去做這樣的分析 然後去發現一些 裡面的一些 比較有意思的一些統計情況 對不對 當然我們說 我們自己拿到這些數據 這些json數據 我們拿到之後 其實很拖騰 我要去展現 我要去分析這個json 那個東西 很費勁 那有沒有更更簡單的方案呢 當然是有的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 我們這個有一個叫做 discover 這麼一個 app 你可以理解為這是 就是撇搬了一個必有的好的app 它就是幫你去分析你的那個數據的這麼一個 一個現場的一個應用 它幫你做好的很多事情 比如說我們選到我們這個推特這麼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再選一個時間段 因為這個數據的時間分佈 它要先拿出來 從這個時間拿出來 我們 可以 跟著我們這個 你看這裡有一個那個 time 時間的這邊一個一個序件圖 對不對 我可以 打開之後他們自動顯示時間的一個速度 對不對 那我可以 對我們關心的這一段時間數據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範圍 用鼠標選擇 它就自動會 把這一段時間的數據過濾出來 那下面就是我們詳細數據 就自動更新了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這裡面的一個 每一條數據詳細的一個情況 比如說可以看到這裡面的數據 大概是這麼一些字段 每個字段 是這麼一些數據 對不對 可以查看詳細信息 當然了 這裡每一個字段是可以操作的 你可以比如說 這裡面 點擊這個加號就可以去 過濾 這邊就會自動添加一個條件 那這裡面的數據都是這個條件的 它會有高量 你可以看到 都是這條數據的 對不對 那麼我們把這個刪掉之後 就是又是沒有過濾之前的 對吧 所以這些工具就幫助你很簡單 去對你的程序去探索分析和過濾 當然這個是最簡單的一種 如果說我還想去做一個 地理位置分析怎麼怎麼做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 是那個location 對吧 是一個坐標信息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座標信息 在地理上面去展示呢 所以說我們這邊可以 在這個 因為放到了 它有點變形 所以說我們這裡面 選擇一個那個 可視化 這麼一個東西 就是說Witchlight 選擇一個 新建一個我們的可視化的一個 呃 一個 一個分析的一個圖 這裡面可以看到很多 各種各種各的一些那個 分析的這麼一個圖表 展現類型 根據你的數據特征 可能有些數據 它適合用表格顯示 有些數據 適合用一個那個 曲線圖 看一個那個時間化的那個變化 有些可能適合看一個那個 這種指標的一個統計 所以說你可以根據你的數據的一個 它的特征 就選擇不同的內型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一個 座標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地圖形式 這裡一個map 有兩種 選第一個 Potination map 然後我們要選擇一個數據的一個來源 比如說pater 對吧 我們這個要方小一點點 然後這裡面就要選擇一個那個我們的字段了 這裡可以看到這個就是location這個字段 這個比較小 但是我剛剛就是一個字段 就是我們剛剛最開始的時候 填了座標的這個字段 我可以點這個 點這個播放符號 我可以看一下 那我能先把這個時間上面調大一點點 OK 這個地圖的數據就已經那個出來了 對吧 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們這個數據 有了座標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在地圖上面 就把他們關聯起來 那我就可以知道 本來最開始可能就是一堆json 一堆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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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字符信息 對不對 那我把它放在這個上面 我就會很清楚看到 我的用戶當前都是在哪個地方發的 對不對 那又是一個新的incite 那就可以分析 並且就是說北京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紅點 越大 越紅 那我就知道這邊是最集中的 對吧 那可以保存起來 保存起來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做 那個dashboard 然後dashboard 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我以前 之前的build好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去加载一些 一些之前build好的一些 你可以把每一个chart 可以分别去设置 然后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 变成某一个长的dashboard 去看 放在一起去分析 然后你可以进一步去过滤等等 但这个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那个 这边看起来 还不太吸引人 我们看一个那个线上的吧 就是说大家如果说 打开我们这个有一个网站 可以看到我们官方的一个 一个那个 线上的一个demo demo.yrstick.co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build的一些demo 方面去演出的功能的 这边有很多了 然后比如说我因为怕那个网络的问题 就打开一些 比如说如果你做监控的 这边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一些 呃 县程的一些监控模范的配好的一些dashboard 你可以直接去使用 基本上一些场景bock啊 njx都有的 如果说你是那个 呃 做你那个网络流量的核心 比如说mysycle 你可以看到 你的mysycle的一个请求次数 error次数 每一个不同的那个 语句的一个比例 slap语句 还是什么insert的语句最多 然后呢 包括它的一个流量 tunt 这个是字节 然后你还可以得到一个 top10的那个查询 比如说那个查询的那个最活跃的查询 最频繁的查询 然后或者说你可以得到一个慢查询 它自己记住 ś pertama 想要强设语也是最长的 都可拿出来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 如果说我们是一些 呃 服务器的一些词标 也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词标都可以去分析 cors夜去分析 并且它是实时在电话的 实时在刷新的 如果说你的数据 肯定是一些其他的 就比如说你的是一些 比如这里是一个那个 航班的航班的数据 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 不同的航班公司 那个 呃 它们的时间啊 包括它的一些沟通跟来的指标啊 提出它们的分布啊 包括这种标签云图啊等等 就是这是另外一个那个dashboard等等 所以这些的数据就是说我们来自于我们各自的指标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配做dashboard来去分析 然后可以去 这里面每一个图可以是去可以操作的 你可以去过滤 比如说我们这边选择某一个项 选完之后它会自动去过滤 就是把这个相关的数据全都更新了 就可以去看 跟这个相关的数据 它的变化 它的一些指标 相关的指标 由于哪些东西的一些体现 你可以去分析 对吧 这就是这一个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我们一些一些比较那个新的一些方式 就是刚刚说的是比较简单嘛 比如说我们有机器学习的功能 帮你去挖 发现你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行为 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的这个dashboard 是一个异常的 对不对 我们看这段数据 平淡无奇 默默不闻 每天好像都很正常 对不对 对吧 每天看这个图的时候 发现这个很平稳的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看 我们用我们这个机学这个功能 我们选择我们刚刚这个指标叫seller matrix 它是一个服务器的一个响应时间 我们对某一个指标 比如说它的那个伺服请求数 然后我们把它出去做一个分析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我们创建一个job 它就会对这个job做一个那个机器学习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训练 就对逆时数据做一个训练 训练完之后 它会对你的数据去找出你的一些显得异常 当然这个job它可以以实时的方式去放在后台去 continue的方式去一直在后台run 所以新进的数据 我就立马去验证 去计算这个模型 是不是有变法 如果有变法会成新模型 然后同时我还可以创建一个高级 当这个导到一个critical的时候 就放邮件 对吧 那我们现在不说 我们现在直接看这个结果 OK 这个 这就是我们创建一个结果了 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过程 首先 大家知道 它那个机器学习 它要预先训练 对不对 它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 一无所知 它通过这个数据的一个 自动的一个训练之后 就发现了一个模型 前面几次迭代之后 然后就可以trim出来一个model 然后就可以 得到一个正常的区间范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线 它有一个最高值和最低值 中间还有一个波动 所以说你这个指标 你如果说你设的最高值最低值 那报警的话 没问题 但是可能90%的情况下 它不会超过最高值 也不会低于最低值 但是中间 它这个变化也是有个范围的 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 这个数据 可以看到它就是异常 对不对 它为什么说要这么高 以前都只有这么低 这个地方突然这么高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这个问题可能是来自你服务器 在这个时间点有压力了 它才会说这个地方慢了一点点 为什么呢 是有原因的 它不会突然这样子 对不对 要不然如果说都正常 那应该都是一直是这样才对 对不对 肯定是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说你通过普通的方式 设一个阀值 设一个阳值 设一个阳值在这里 还有一个阳值在这里 那中间的东西我都不知道了 所以两眼一摸黑 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记忆学习 可以发生一些异常 包括这里面 这个很明显 已经超过了最低值了 肯定是异常 这个不用说 那我们那个 那还有一点点时间 把最后的demo也给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graph 比如说我们还是刚刚这个 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另外一个ngx 是来自于我们ngx的一个日誌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那个city 这段 就是我们一个数据里面 是来自于网站的一个日誌 是昨天我说那个网站上来的 城市 城市名称 然后呢 有一个IP 我现在就是我想分析这两个字段 一个是那个访客的IP 以及访客的那个所在地 比如说现在想看 台北 这么一个 这个IP 的数据 对吧 好 因为这名字都很不错 所以我应该选错一个 ok 这个是那个 放那一点点 这是一个那个 门可以通过这个 第一个字段也弄错了 应该不是这个A 鞋子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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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两个字段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这个地区以及这个IP的关系 对不对 这个是从海洋数据面找出来的 可是其实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他们他们两个是有联系的 这个IP 我们可以从海洋数据找到这种关系 同时我们如果说 这个IP我们想再进一步去观察 他真的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也可比如说可以加一个 他的request的一个UIL信息 加进来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这个节点然后去expand 那么可以知道他的所有的路径都可以出来 对吧 这就是一个路径 其中有一个反应 index.pair.dz 这个就非常非常奇怪了 他为什么下了一个文件 这个是我昨天做的 昨天下了一个为一个日子文件 就是就是刚刚去记录下的 ok 那个demo就到这里 然后那个 我再快速过一下 那个 大家如果会兴趣看这种demo的话 可以有一个在天的网址 然后我们就是刚刚说的大概这个流程嘛 数据书籍 然后到存储到可视化都分析 一条线都可能在通过我们elastic step来实现 对吧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不上这么多 我们就是 通过其中某一个bit 数据数据 然后再放在yes 里面就可以通过Kibana去分析 但是随着我们业务的微妙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 extension 来去做一些etl的流程处理 这是可以的 如果说我们企业级部署 可能还会接生一些消息对念cafka 对吧 可能一些认证机制啊 一些数据啊 一些数据啊 Iceo担任登录什么 都可以去做 或者说你跟Hadov 也可以打通 数据从Hadov来 然后去处理清理之后 然后再放在yes 什么也可以 或者说你如果说你是跨数据中心的 你可以通过一些那个 cafka什么的 把他们去变成一个这么一个跨中心的 一个这么一个架构 或者说你是多数据中心的 然后你可以通过一个那个 cross class cross class 设计什么东西 然后把他们打成一个es 然后去做一个 统密的一个 一个数据分析 都是可以的 总结一下 数据分析那个是 不管你数据大还是小的 都应该做也必须要做 然后你其实身边已经有很多数据 对吧 刚前面说了很多类型数据 你只是没有可能合好去把它们去 利用起来 然后呢 Elasic stack 它其实已经很完备齐全了 然后我们就是让你数据分析更简单 最后就是说 开源的也是免费的 也值得大家去尝试 最后就是一个小的一个 一个promotion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中文社区 大家如果说在使用Elasic stack的过程中 有什么一些技术交流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社区里面去交流 然后我们那个 Elas社区如果大家想认证我成为 Elas设计工程师 认证工程师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plan 就是说大家可以参与一个考试 可以拿到一个数据 一个认证的一个证书 这是那个升值加薪 那个走向人生巅峰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吧 最后就是有一个小的一个plan 一个一个project 就是做一个podcast 就是访问我们设计的一个 一些用户有一些案例 大家有些人可以听一下 别的公司怎么做的 谢谢大家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那如果现在没有问题 等一下讲者应该还会在这边待一下 大家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直接过来问他 那下一场的 我们大概在五分钟之后开始 好 谢谢